那今天除了我們要身著空姐的制服之外 我們邀請到了兩位特別來賓 讓我們歡迎艾莎空服員以及 陸嘉欣空服員 歡迎兩位 嗨 來囉 哈囉 Welcome Welcome 溫天 空服員 來 來 轉一圈給大家看 哇 好不適合喔 怎麼會 為什麼 真的 你一點都不合 沒有 你一點都不適合當空姐 艾莎 因為妳太活潑可愛了 對 然後妳剛才走進來是說大家好 然後空姐是這樣 我覺得陸嘉欣 好 再一次再一次 沒有 艾莎 不適合 紅豆泥不下 艾莎不管穿什麼都感覺想要去購物的樣子 沒有 艾莎還是適合穿那種靴子型的 對 然後陸嘉欣皮膚白比較適合當日航的空姐 你很像日航的耶 日航或華航 還是試著撐住 就是要優雅一點 對 可是妳雖然日航或華航一定很好看 妳雖然這一套好像是硬跟別的同事拿來的 然後妳明明是別家航空公司的 艾莎當旅客 妳真的很適合 我也很適合 妳適合去購物 艾莎是出國 妳適合當旅客 對啊 而且這衣服好像不是妳的尺寸還是什麼的 是嗎 對啊 奇怪 不過妳們兩個對於空姐是不是也有一種就是充滿了 怎麼講 幻想跟 有自己的夢想啊之類 有沒有想過想當空姐 欸 這是真的行李耶 怎麼那麼重啊 對啊 很重 妳臉部塞了好幾個嬰兒吧 來來來 他們幾乎 我真的很緊欸你看 對 我都很重好不好 欺負人喔 被抓到了 妳幾乎 艾莎妳有想過要當空姐嗎 有喔 小時候 有想過 在日本考空姐會不會很難 好像很難喔 因為要一定要回整衣文嘛 然後我的衣文很爛 就沒辦法了 那日本有沒有限制身高 好像有 要多少 一百幾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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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高了吧 妳只睡覺數還差多 一百六十五吧 一百六十五以上 好三十 所以妳就不行了 我跟艾莎好像都不符合那個身高對不對 對 妳幾公分 我一六零 欸 別人 你一五五 小S 你呢 你多少 我是一五二 一五二 一五二 真的假的 真的 真的 所以 所以妳怎麼可能 等一下艾莎我跟妳比比看 等一下 妳光腳 光腳喔 啊 妳看到 我比妳高五公分 沒有 小S 妳一五五 妳只比她高三公分 妳知道妳們 妳們兩個在抱身高的時候 我跟陸佳青還這樣 什麼的 就面面相去 欸艾莎妳有沒有去看醫生 妳好像病了耶 妳幹嘛 也太 沒有病 沒有啊 也太 好 我們兩次 對 陸佳青有沒有 因為妳的身高啊 然後又會多過語言 妳有沒有想過要當空姐 其實我沒有想過 因為我是還蠻怕做飛機的人 然後因為我很沒有耐心 所以我想說應該會 當空姐應該會常發火 對 尤其在那個狹小空間 所以妳又不能出去走一走 而且有些客人 動作就按那個紅色的鈴 我一定說 煩不煩那按什麼按啊 有什麼問題 妳應該這樣走過去 然後客人一按就打手心 準備棍子誰亂按就打 對 就是那種事情不夠緊急 所以說每個少女 對空姐都有自己的想法 那我們今天呢 也有邀請到一位真正的空姐 她是我們的空姐講師 然後我們除了穿制服之外呢 還要學一些空姐基本的服務 讓我們去看一下那個 空姐背後神秘的面上把它揭開 好 歡迎我們的講師 歡迎 有感覺啦 真的好有那個氣魄 感覺到啦 我跟妳講重點就是在於 她眼影搭配了衣服 對 為什麼 是不是空姐連化妝都要上 有 我們有規定的公司妝 是嗎 像這樣比起來 我的妝好像就太淡對不對 對 妳真的很像從新加坡 還菲律賓來的耶 是嗎 妳很有那種熱帶國家的 妳很適合穿這個 那公司妝是指什麼樣的妝 就是在眼影跟口紅的部分 它必須要加強跟規定的顏色 有規定顏色 那我們身上穿這一套 是規定什麼顏色 這就不一定 對 大概是藍色的眼影 和正紅色的口紅就差不多了 就是搭配這樣子 對 真的耶 妳看眼影跟紅色口紅 真的搭配衣服耶 那譬如說身高是真的是 要多少才可以擋 以國內航空來說 大概要160公分以上 那我可以嗎 沒有 加油 妳才不行耶 像她這樣一五二句報名 應該會被大家恥笑吧 可能連第一關都進不去吧 不好意思 然後另外除了身高之外 還有什麼是很容易就被刷掉 妳不會講英文 親和力不夠 語言能力不夠強等等 語言能力要考哪些 是要基本的還是說 真的要用英語對話來面試 基本上她面試的部分 大概中文 英文 台語等等都會遇到 台語也會 她是忍不防的就跟你講一句 你就要回答她這樣子嗎 像廣播詞的部分 第一關可能就是會考到台語廣播詞 那廣播詞是先給妳一個稿 然後妳看一看之後要開始唸出來 對 可以回家先背好嗎 可能沒有辦法 零時看 零時要回 可是這些都是可以受過訓練的 有那個空姐訓練班就是講師嘛 等一下 那妳剛才說到 那個所謂親和力的那一關 我覺得陸家欣是不是過不了 其實大家的條件都不錯 因為妳本身感覺很酷炫啊 酷炫 冷厭 就是妳很冷厭 因為那種空姐一定是一上飛機就叫 您好 就是要笑得讓大家覺得很舒服 如果來那種酷的那種 應該是大家不吃這一套 那乘客可能不敢對我有什麼要求 對啊 其實不敢惹妳 那妳滿好的 妳可能比較輕鬆 所以說一定要笑容親切的人 好 那我們今天呢 就準備了一個那個空姐的 怎麼講 廣播稿要教大家 那首先呢 對我們來講的比較困難 好像是台語 妳會講台語嗎 我會講台語 對不對 因為我們倆講的也不好 我也不會啊 那不然我們請講師來為我們示範一下 然後我們來學 好 來 好 從一開始 老師會放那個對不對 登登登是不是 要廣播之前是什麼音樂啊 非常有音樂 廣播是沒有音樂的 就直接吼出來啊 好像只有百貨公司有耶 好 預備 開始 各位貴賓晚安 歡迎妳來坐八大航空公司的辦公司 現在 咱就要開桌了 車還有一次卡電力的安全帶 是不是有好好洗 而且為到飛行的安全 在飛行的途中 禁止使用行動電話 加電池用品 感謝妳的合作 祝妳路途快樂 欸 剛才有吐嘴耶 剛才有吐嘴耶 剛才有吐嘴我就沒聽過嘛 你怎麼講得很像客家話啊 真的嗎 有 我常常聽到 每個空姐有他們自己的那個講話 自己特殊的腔調 對 特殊的腔調 好難喔 來 那不如我們就請現場 台語講最好的小S為我們示範 我講台語講那麼爛耶 陸嘉欣吧 不然就是也不會 輪流了 不然你先講一次 然後陸嘉欣講一次這樣 好 預備 開始 各位貴賓晚安 歡迎你來做八大航空公司的班機 現在我們到的七歲了 請 請告 以北確定你的安全帶 是不是有比較洗好 有沒有喜好 並提醒你為到飛行的安全 在火星的圖中 緊急使用行動電話 及電機用品 感謝你的好作 祝妳旅途愉快 什麼啊 我跟你講 根本不用講台語 你只要把那個音變掉就好了 可是我跟他講的還蠻像的啊 可是我跟他講的還蠻像的啊 你應該會講得比較好對不對 應該也 我是 預備 好 各位貴賓晚安 歡迎你來做八大航空公司的班機 現在我們就要去買了 請告一次 去看你的安全帶 是不是有那麼好洗 好厲害 並提醒你為到飛行的安全 在火星的途中 禁止使用行動電話 加電池用品 感謝你們 祝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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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因為它並不是說只要把它唸出來就OK 要放感情 在放感情 重要的是什麼 音調嗎 咬文訣字要比較自然一點 其實念廣播字它有特殊的一個感覺 第一可能是聲調的部分 或者是你咬字要清楚 對 然後可能臉部要帶點微笑 你聲音才會比較上揚 對對對 就像電視上的廣播 電視上的主播一樣 對 就是嘴角要有一點這樣上揚 對 你唱歌講話 如果嘴巴是笑著的聲音 自然就會變比較甜 對 這是一個訣竅 好 來 試試看國語的 你們要先試嗎 不然 不然艾莎啦 艾莎就是 艾莎你看得懂國字嗎 看得多一點點 好 好 好近一點 要記得笑喔 Smile齁 歡迎你 歡迎你 當八大航空 現在我們 即飛 現在在空閣又怎麼回訊 這裡有空閣嗎 請再次決定你的安全帶是 新 你為了 飛航 安全 在飛行的 中 親自 新用 心動電話 電子 謝謝你的合作 你 有關 好難喔 自己把不換的字空閣下來 而且艾莎的聲音扁扁的對不對 這樣聽起來 對 你都一塊 那可能成果 如果有那個靜音鍵就會直接按靜音 然後不小心就直接睡了 真的 那老師為我們示範一下 國語應該怎麼發音 各位貴賓晚安 歡迎您搭乘八大航空 現在我們即將起飛 請再次確定您的安全帶是否寄緊 並提醒您 為了飛航安全 在飛行的途中 禁止使用行動電話及電子產品 謝謝您的合作 並祝您旅途快樂 感覺好像在飛機上 對 好像在飛機上 好像在飛機上 雖然聲音又不會太over 然後又不會太簡單 我跟你講大S你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試試看 各位貴賓晚安 歡迎您搭乘八大航空 現在我們即將起飛 請再次確定您的安全帶是否寄緊 並提醒您 為了飛航安全 在飛行的途中 禁止使用行動電話及電子產品 謝謝您的合作 並祝您旅途愉快 好像喔 好像喔 如果只考國語 我就會過關了 希望不要考台語 英文版的其實是good evening 太想去用英文了 太直接了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英文 可是我們每次搭飛機 其實有很多空間 每次講到英文的時候 都聽不太清楚 因為他們很多那個 就是台灣人的腔調會在裡面 就是講的不是很標準 對 可是我覺得如果講太標準 比如說有那個美國腔 然後還有那種高低起伏的感覺 可能國內乘客會聽不懂 就是為了配合國內乘客的感覺 應該是 好那要不要示範一下 真的好像在飛機上的感覺 好可愛 對啊 小意思 我知道 搶著示範耶 我知道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Gala airline We will be taking off shortly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r civil is facing for a safety reason Once again remind you That is not allowed to use electric products and cell phone during the flight Thank for your cooperation and hope you will enjoy the flight By the way I'd like to drink wine 開始這次我介紹一件 不行 我覺得你講的就是太那個 有沒有太美國腔了 會嗎 我已經刻意把我弄 你知道從國外留學來的那個音量弄掉了 沒有你應該 什麼啊 你去哪裡留學 沒有因為我講英文就是很老美 喔這樣子啊 我覺得太口語化的感覺 應該要那個 你知道再微小一點的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Gala airline 好 艾莎要不要示範看看 哈 來了來了 我想聽日本講 為什麼 好想聽喔 啊 我要先跟大家講 基本人的英文很浪 我們都知道 Good evening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Gala airline We will be taking over 好 謝謝 好了好了 我要下飛機 我不是了 心長都說我不開了 欸我好 愛大家 哪有 哪有日本的那個英文老師的英文很浪 所以我們也很浪 對我很好奇 就是你們 你們那個日本啊 教英文的時候 比如說有些L的音 你們老師真的就是教 L 就是老師也是發L 對 真的 所以比如說Apple Pie 老師就說Apple Pie Apple Pie Apple Pie 那你們比如說有那種很會 很會講英文的學生 不會說老師你講錯了 其實應該是Apple Pie嗎 但是 就 沒有這種學生 沒有 我覺得 你們日本人非常愛國欸 就是 凡事要把它融合自己的文化 就日本人奇怪就好 但是日本人習慣人也對啦 所以說我們現在已經示範了那個 剛才那個怎麼講 廣播用語 廣播用語 那其實基本上也要學一些 簡單的飛機上用語 比如說 連我們乘客都要學 比如說要喝Coffee 或者是 有一個很好笑的笑話 就是 我大姐的男友去日本 然後坐那個 乘客都是日本人 然後那個空姐問他說 要Beef or Fish 然後那個人就想很久就說 他說Beef or Chicken Beef or Chicken 他講 Beef bitch 他要Beef or Chicken 然後就說Beef bitch 你知道太緊張 Beef or Chicken的那個融合 你知道有很多人搭飛機 壓力會很大 你說那空姐 大丈夫 不是 你說那空姐聽到作何感想 對啊 像有些人 有些人 好笑 有些人坐飛機真的會壓力很大 因為怕空姐會標 就是過來跟你標英文 對 愛上會不會怕這種情況 就是有人過來跟你標英文 什麼 就講很難的英文問你 我說 我好怕 我會怕 會怕 因為我聽不懂 聽不懂 所以我說 就直接不要英文 講日文 現在我們要示範的是 空姐在飛機上 最怕遇到哪幾種客人 首先第一種就是那種 一直要酒喝 然後已經喝酒之後 會在那邊大聲喧嘩 或是做一些更可怕的事情 那種客人 要不要誰來示範這種 酗酒的客人 最像酗酒人 當然就是我們的小祝哥 耶 表演 那我就陪你了 不然你們乾脆一次雙管旗下好了 不然你來演那個很囉嗦的客人 然後你演酗酒的客人 然後看空姐遇到該怎麼辦 就是你酗完酒之後 然後空姐又已經走了 然後我就在囉嗦 好不好 讓他應接不暇 那你酗酒麻煩演相一點喔 那誰要演這個空姐 拿出你平常的樣子 嗯 就是請空姐先示範看怎麼辦 請老師先示範 預備 開始 小姐 小姐 那抬皮再一手好不好 一手這麼混 你講得出來 然後飛機上提供一手的 怎麼會 好 那怎麼辦 這個時候 先生 你是要一手啤酒嗎 對對對 不好意思 我們機上 那經理招待了可不可以 我們機上規定呢 是一次一瓶的提供 一次一瓶嗎 不然就一瓶啦 我陪你喝啦 好 那先兩瓶 趕快拿來客館 好 請稍等 好 想要現在已經喝了齁 就開始大聲 來了齁 哎呀 小豬啊 我的媽 不用保安全帶 來來來來 海帶全來一下啦 來來來 今天是保安全全來了 會啊 小姐 怎麼辦 不好意思 幹嘛啊 你要玩是不是 海帶 海帶一下啦 來來來 請 海帶 海帶 這小姐怎麼不玩啊 你很奇怪 你這樣服務不好啊 對不對 就是啊 什麼怎麼辦 不好意思 小姐 為了影響 不要影響到請大家客人的 一個安寧 麻煩你們小學一點 你沒看到我也是空服員啊 我陪客人玩也不願嗎 對 所以不要破壞人家航空公司形象 什麼 連環球全都不行喔 對 現在那個 安全帶的燈已經矽緊 已經亮了 麻煩你們矽緊你的安全帶 好啦好啦 不然我們安靜的 你過來陪我們喝一杯 來啦 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正在執勤 麻煩你們先坐 小豬你看他這不給面子 你看 我們錯懂難得非這一班耶 喝一杯 不好意思 請您體諒 我相信您是一個有禮貌的人 來進招啊 好啦 我們試 謝謝您 好難喔 好厲害 囉嗦很 不管遇到什麼樣的人 都要維持鎮定耶 對 好難喔 你剛剛不是已經囉嗦過了嗎 還沒啊 還沒 好可怕喔 不然你在演那種 毛手毛腳 你演毛手毛腳 假裝你是男生 好了齁 欸 小姐 有什麼事 欸 你們不是 不知道提供餐還什麼的嗎 怎麼還不來啊 我們現在餐還在熱當中 麻煩您稍等一下 好 謝謝您 謝謝 欸 小姐 不好意思 服務鈴在您的這方 不好意思 我沒有看我第一次到飛機了 好 請 看一下這裡是您的服務鈴 好 謝謝 換一下座位好不好 好耶 好耶 這個好耶好耶 哇 你有沒有看到他的技巧 就是你看 你剛剛不是抓他手嗎 然後你還要抓手 他就跟你舉過去 對對對 一抓馬上後退 好難喔 可是你們有遇過摸屁股的嗎 有 真的有 就是你轉身他就 那你怎麼辦 就會告訴他 先生不好意思 你的服務鈴在這 就是他不要這樣這樣點 有沒有那種人 不要臉到摸了一次 你已經跟他講他繼續在摸的 有啊 那要怎麼辦 那我們就會請座長長出來 然後嚴重警告 喔 座長長也會出來警告他 對對對 就像如果像剛剛那個酗酒的陳克 他一直要酒 然後最後發酒瘋 我們會請我們機長出來 然後把他戴上手銬 真的 然後會就是先嚴重警告他 對對對 那基本上一開始可能就是 會讓他先喝那個酒 然後有加很多的冰塊 喔 加很多冰塊 就一次不要喝太多 你們在裡面下安眠宴 我們就得了 讓他睡到那個目的地 不行 這樣子 那萬一他就要 萬一份量過重 萬一他就藥物過敏 然後一喝就是再也不起來怎麼辦 也對啦 所以如果你看他 就是說他日到亂流下到心臟病 就都串 供詞串好 那你個人有遇過這種 有啊 有遇過 會不會就是 就是先阻止他之後 然後回到廁所 就忍不住就哭起來 並不會 其實我們會就是刻意避開 那或者是說回去廚房的時候 會跟大家說 那個28B的陳克 要小心 要小心 因為他不只是對我們 可能會對其他的服務生 對其他的空腹也是這樣 有人誇張到就是直接摸胸部的嗎 他沒有遇過 在我身上還沒遇過 就頂多就是捏人在屁股 輕拍這樣子 你會不會也太入職了 因為太熟悉 會很容易 會很容易 不然你再去圓一下毛手毛腳 來看看他們遇到會怎麼樣 你們兩個 我覺得陸嘉欣遇到可能會很傷心 來試試看 一巴掌掌就要去 對啊 你怎麼這麼兩次 可是空姐又不行 對啊 本身是空姐喔 已經想鞠躬 嗯 那個 你們講 欸你們那個 牛排怎麼就來啊 嗯 好不好意思 牛排 你剛點牛排馬上就來 請你稍等牛排 不是 你還幾歲了 你還幾歲了 嗯 這位先生不好意思 你點牛排馬上來 那請你好好坐在座位上 你怎麼說來 我們來聊幾排槓一下 我問你幾歲了 不行 你在這位不會這位 我都這樣 剛剛好就在飛機上收眼那種 你不要這樣 就扭起來了 太不會你 對 好來 來 來 試試看 妳要過來要活 好恐怖喔 小S姐 好來 你幹嘛 我要問你這什麼在哪 你叫什麼叫 我覺得這一周圓版 最近 就是一個男的 要吃你動 然後大家就會看過來 那個人就不敢怎麼樣 而且 一逼近他還拉著其他公平 就說不要這樣子 不要這樣 在飛機上上演那個老鷹抓小 就是戲碼 欸你這一周還蠻棒的 你想嚇死全靠我啊你 神經病 我也他只是真的 有禮貌的想要請教你幾個問題 那怎麼辦 其實這種方法可以嗎 就在飛機上大跳 可以嗎 不行的 不行啊 可能是 我不能等公進來 不是 欸我想到一招毛手毛腳的 你知道那飛機上走道不是非常小嗎 然後每次那個空姐都會這樣 推那個推車 然後大家推推車的時候 就是沒有其他地方可以過 然後前面是推車堵住 你現在推對不對看 就這樣推 沒有你就這樣經過我這邊 然後想讓我坐在這邊可以 還想新招 沒有你要從 從這樣進來 欸小姐你們在賣些什麼啊 沒有人會要接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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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好你知道他無處可走 你這樣就 欸 直接把他踢開啊 然後他在後面爆住他 他說你 賣什麼啊 這個時候就可以用上次那個 女警交的有沒有 你有沒有你看從後面爆住對不對 那你就這樣抓下去啊 喔 抓捏爆 上次那個女警 在哪一個防身處 真的 立刻大外哥就上了 可是你好跟客人之間關係就僵掉了 沒有可是他已經是真正的性騷擾 你這個時候已經不用管是什麼事了 那要是你們可以攻擊下下體嗎 在飛機上 喔不行 那要是你會怎麼辦 就是從後面爆住你很溫柔的 嗨 今天怎麼賣啊 我們會把它推開 然後說先生請您自重 很溫柔的 請你不要這樣子 所以說 凱康姐 空姐真的是很了不起 所以在這邊呢 也要就是 怎麼講 祝福你們了 希望每一次的飛行都非常的安全 及順利